在这个经论里面 常会提到一些临命中的时候 这个正念 临命中的时候要有正念 是非常重要的 在佛寨寺的时候 王小城周围的地区 平常说是下雨 它不是下雨是下雪 就是淫沉流出这个雪 就是风色的雨 下这样的雪 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不明白 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一些意义 有些特别奇怪的人 那么他们就会知道 知道什么呢 说是我们这个国家里头 有一种叫阴莽出事了 阴莽 就莽说的莽 但是它是阴的样子 那么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会对我们国家有灾难的 说是那怎么办法能够知道呢 说是有办法 包括最近的这几天内 人家里面生的小孩子 把他去检查 示范着有特别的小孩子 那他就是阴莽 果然这样说就是阴死了 阴莽这个他虽然是阴 但是他可是不得了 那么他天天是要吃阴的 那么国王就是把国家犯罪的人 现在送给他 他就是吃这个阴 那么没有阴 没有犯罪的人 他就随时抓阴要吃的 他也是特别的饿 那个毒气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他杀了很多人 那么任何人好像都没有办法 但是最后要死了 我们的本师家 孟尼佛就派对舍利夫尊者 说是你去呀 吃杯吃杯呀 救救他的苦了 那么舍利夫尊者就去了 那么到了他的住处的时候 在舍利夫尊者是大乱的 那么离他不是太远 很近 那么这个阴莽就 就是很愤怒 你怎么这样子轻视我 一下子就到我面前了 他就是喷这个气 要毒他 但是也不能 舍利夫尊者不受到他的影响 那么他继续用这个毒气 去伤害他 但是也没有 也是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盲啊 看见舍利夫尊者有这么大的威德 那么他就对他生恭敬心了 他就用恭敬心了 来看那个舍利夫尊者 看那么七次 这个盲就死掉了 死掉了 这个时候舍利夫尊者就回来了 这个事情很快的 很多人知道了 拼不收落王吧 就来见佛 说这个盲莽今天死了 生到什么地方去了 问佛 佛说他生到四方天去了 他生了四方天 死了以后就到第四天 第四天死了以后到叶末天 叶末天以后到兜塞天 化乐天 踏花志在天 从踏花志在天死了又是四方天 这样七番 七番以后啊 生来再来到盐间 做盐的时候啊 他就到山里面修道 成彼之佛 说这个 这个国王就问佛 说这个盈 这个盈盲在盈间啊 杀了很多盈次啊 他的罪过太大了啊 怎么会生到天上去 不下地狱去呢 说是啊 因为舍利夫尊者去 去救护他 他有恭敬心呢 看舍利夫 恭敬心 欢喜心 去看舍利夫 看了七次 所以他就 他就有这样的国报 说是那么他以前造的罪啊 都是都不受国报了吗 说不是 他造的罪呢 他在做弊之佛的时候 在树下里入定 树下入定 他身是黄金色啊 那么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盈来啊 看这是黄金啊 没人去用刀砍 说是就这样子 他的罪也就没有了 那么这一段表示什么意思呢 盈虽然造恶 造了很多的恶 但是临命中的时候 要有正念啊 他的罪业不发生作用 就会得好的国报 相反的说呢 说是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 善事 但是你命中的时候 心颠倒了啊 那还有问题的 心要颠倒了 有恶念的话 就还有问题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啊 最好没有恶知识捣乱 你能够有佛法的朋友啊 照顾你啊 那么你能够有正念 那么就容易啊 往生佛世界 永远啊 得升到福地啊 可以或者是升到天上去 或者是再来人间的 我能够有的 好吗 你能够有的 好吗 你能够有的 我能够有的 我能够有的